环境优美的大山里 精心养殖的藏香猪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一人独守大山 坚强的他为何却泪流不止 帮帮团专家出手 能否找到问题原因 我感觉是挺严重的 预知详情 敬请收看高手来了 减肥的藏香猪 为您讲述一段养猪人 酸甜苦辣的故事 正在料房忙碌的人 是养殖户何爱国 六年前开始养殖藏香猪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原本一胎能产八头左右的藏香猪 现在只能产三四头 尽管他加倍悉心照料 但情况仍然没有好转 求猪人何爱国 养殖时间六年 求猪问题 藏香猪缠载少 平泳市地处 地处济北烟山丘陵区 全境街山植被茂盛 所及之处满眼街绿色 无处不风景 在这样的环境里养猪 会出什么问题呢 你好 何大哥是吗 您带我去您的猪场看看去 好了好了 行吗 走 看到了看到了 有黑猪有白猪 对 这个藏香猪它有什么特点啊 大哥 它就是不能闹毛病 藏猪老百姓又称藏香猪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藏 等高海拔地区 藏香猪的生长周期较长 饲养一年半左右 才能出篮销售 它的体格健壮 嘴尖头长 善于奔跑 被誉为高原之真 我能近距离看看吗 大哥 行 行吗 都好 他一看见我 他就吓跑了 现在咱们人 我还有点害怕 真可爱 长得也挺好 销售商品猪 是何大哥的 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为了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还养了白猪 每天早上喂完饲料后 何爱国会放他们到山上 再来点饭后甜点加餐 吃饱后 他们会一直玩到傍晚 才结伴回家 那我怎么感觉 黑猪个头更小一些呢 那个黑猪肉是好 长得慢 现在有150斤 长到过年时 能达到200多斤 能长到200多斤 我来之前查过资料 在藏区养藏香猪的话 也就是能长到100斤左右 您这怎么能养那么大呢 我这是带外的散养 回来带给的家餐 多喂两对 哦 藏香猪千里迢迢 来到丘陵地带 却没有一点不适 这与藏香猪极强的适应能力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只要有丰富的食物 和开阔的场地 它都能很快地适应 当地的地理环境 和饲养方式 而平泉式独特的自然环境 为藏香猪的生长 造了天然的运动场 和采石区 那人家猪养了还可以 猪就是产子少 产仔少 对 有多少 原先是八九个 现在是三四个 是所有的都这样吗 就是藏香猪这样 就藏香猪出现这种情况 对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最近一二年 那您带我去看看母猪去 好嘞 行吗 在哪呢 在猪圈里 因为母猪珍贵 和爱国平日不让母猪上山 都是放在圈里重点照顾 而他为了方便猪群的日常活动 将猪圈分为室内和室外 两个区域 您这里面面积不小啊 行 这有多大面积啊 大哥 这个一亩地吧 这个 过去看看去 好嘞 那咱这个芬兰 分了那么多区域 猪那么少 为什么要这样啊 原先我养猪皮这多 那么多头啊 对 都是大山猪啊 都是大山猪 这有多少头 这都一百来头 一百多头 那比现在多多了 是 这多好呀 那您为什么现在养猪 养的那么少了呀 那个因为母猪产子少 产子产的少了 对 所以现在养的也少了 对 那这收入也少呀 是吧 原先是能收入二十万 二十万 对 现在呢 现在二十头 二十头 能挣多少钱 算过吗 我看是捞两万多块钱 确实是情况挺严重的 是 从之前的一百多头 到现在的二十头 从母猪全部放养 再到圈养 这也真实反映了 和爱国一路走来的坎坷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是上一窝 又只产了三头小猪 这不仅导致和爱国收入锐减 也平添了许多烦恼 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第六年前吧 最开始是 怎么想着要干这个的 我先养的羊羊 我大姐说的那个猪肉好吃 然后好养 2015年 和爱国辞掉当地酒厂的工作 借了一百多万的外债 来到山里建起了养殖场 从山羊绵羊 到藏香猪 再从牛到鸡鸭鹅 和爱国的养殖场 越来越热闹 但是她的内心却很孤独 与妻子离婚之后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 苍茫的大山里 只剩下她一个人 而和爱国的姐姐 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我有时候回来看的 一进是这个山上 往上一来一看 猪就在那跑 等今这月二年 鸽啊鸡也都在这 盘你出去放养去了 我说你少闹点吧 这鸡啊鸽的 她说不行 这个我也带就带起来了 还没有睡觉的时间 没事是我最心疼的 那身体能吃得香吗大哥 养殖业就这样 淘心活 对我们要坚持 受累 大哥你是怎么想的 跟我说说 我倒是没什么回答的 我这就是一个人 反正行吧 就自己扛背是吧 拿个背 还有一个小小的呢 您还有一个孩子 对 今天的这番话 她从未与人诉说过 我们的到来 也让她多年来的压力 在这一刻 得到了释放 而接下来 女儿的这番话 让我们对憨厚的何大哥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就是很心酸呀 你说 你一个人 你要是有一个人帮 那可能还有点分担 一年365天 你可能过年 你都过不好呀 你都得在山上 你可能想走个亲戚 你也走不了 你做什么 你都就是一个人 你完全都是一个人 好多东西就没有办法 你说你干了吧 你不干也不行 你干了 你很受累 姐弟俩都是懂事的孩子 知道父亲一个人 在山上养殖的不容易 每次儿子放学回家 都会主动帮助父亲放羊 而女儿最在乎的 就是让辛苦工作的父亲 能吃上一口热饭热菜 子女们简单的爱 让何大哥心里倍感安慰 但是现在家里的藏香猪 产载量减少 又迟迟找不出原因 这样一来 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雪上加霜 那你养那么多 其实不是说 伸手养了就行了 是想增加收入 对 那你现在主要就是 把钱都偷了 你以为这干了 我来到咱们这儿 见到大哥 我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 就是笑会喝的嘛 但是没有想到 心里其实憋着很多事 是 我也没想到 之前我都不知道 我爸原来也是会哭的 没见过父女哭 真没见过 其实我爸爸也就是 硬着头皮 要干到底 来 上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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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尝尝 来吧 做菜吧 先 换你们尝来 我去给你们端下一个菜 肥而不腻红烧肉 好吃不过藏香猪 红烧藏香猪肉 最能捕获食客们的味蕾 经常上这儿来吃藏香猪肉来 它这猪肉特别的细腻 口感特别好 特别那个肘子 它吃起来相当的好 吃了这对 只想吃下一对 除了人们眼中的美女掌柜 季春辉还有一个 更响亮的称号 养猪西施 帮帮团专家季春辉 从事藏香猪养殖十年 现存栏藏香猪五百鱼头 2011年季春辉回乡创业 养殖藏香猪 经过十年的时间 他不仅把藏香猪 从五头发展到 年存栏五百头 还成为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美女养猪高手 什么样的情况 让专家大呼惊讶 我感觉你这个 好像是育肥了吧 是不是 给藏香猪减肥 专家又有什么妙招呢 要减肥 减肥 回去外做一个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接到我们的邀请后 帮帮团专家季春辉 来到和爱国的养殖场 你好 你好 何大哥 我想让老师过来 给咱看一看 何大哥 你这还有白猪啊 有 大哥说他们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就是小伙伴了 是 正常来说 藏香猪和白猪 是不应该混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 习性是有差别的 原来藏香猪和白猪的 生活习性不同 生长周期不同 思维方式也不同 因此不建议 混在一起饲养 但是并不会影响 藏香猪的产载率 老师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看一下它的精神状态 那几只母猪呀 眼神都很清亮 还很灵动 而且呀 小尾巴摇得也很欢式 鼻子呢 也是特别湿润的状态 现在看的精神状态还可以 咱们进去看一下吧 进去看看 走 让老师进距离观察一下 好嘞 来 我来 从这儿可以过来 光就看猪了 我要慢点走 因为他们还不认识我 人一过来 他就立刻就跑了 对对对 尽管猪群见人就跑 但专家还是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刚才我转了一圈 没看见公猪呢 人现在养了 现在不养了 那为什么不养呢 为什么不养呢 那个母猪少 公猪特别好 眷里一般眷不住 那咱们发情的时候 咱们去哪儿配种 像我跟前的那个 那个户家 有养了种公猪的 借公猪配种 是养殖户间 经常使用的配种方式 这样既可以节约 公猪的饲养成本 还可以避免近亲交配 为了近距离地观察葬香猪 姬春辉决定 先跟葬香猪交个朋友 第一步 美食诱惑 使葬香猪放松警惕 过来吃饭了 吃零食了 快点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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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是已经开始 接受我们了是吧 还是在接受玉米 没有接受你 第二步 轻轻抚摸 拉近与葬香猪的距离 摸摸它是为了什么呀 让它习惯你的气味 猪是靠味道辨别的 第三步 保持安静 逐渐与葬香猪建立信任 对它不要大吼大叫 让它相信你对它是没有恶意的 在季春辉的三板斧下 葬香猪很快就温顺了下来 这也给了季老师真正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季春辉决定 带着何爱国和邦小妹一起抓猪称重 但是想让葬香猪进笼子 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知道 他绝对不玩里进去 他认识这笼子 这玩特情 过去 过去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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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头 这啥事没有了 来 咱们赶紧上去 它不轻 推着就感觉挺沉的 咱们得给它抬上来 来 大哥 来 一二三 好 掏手 282斤 282斤左右吧 老师这个体重怎么样 咱们要刨下皮才知道的 好 咱们把竹放开 咱们把竹放开 放出来吧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来 把它放走 好 看看这个笼子有多重 112斤左右 282斤 112斤 170斤 那这个重量正常吗 我感觉是挺严重的 老师怎么 怎么严重 170斤 严重超重了 正常情况下 成年藏乡猪母猪 一般在130斤左右 而和爱国养殖的母猪 体重达到了170斤 严重超标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这个母猪是几岁 两岁 一天都喂几对呢 我这有食盐就喂 我这喂的食盐 不是这么特别精准 咱们母猪出去吗 不出去 圈养 也不出去运动 我感觉你这个 好像是育肥了吧 但如果你运动运动 它肯定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肯定就会瘦下来 何大哥的藏乡猪母猪 似胃量过大 长期缺乏运动 违背了藏乡猪的生长特性 所以才会造成母猪长胖 一旦母猪体重过大 一方面会使母猪的卵巢和子宫周围 被一层厚厚的脂肪包围 会使母猪的生殖功能受损 影响发情 造成周期紊乱 排卵量少 进而影响母猪的缠载量 这也是和爱国的藏乡猪 缠载少的原因所在 明天去我那看一下 去我的猪场看一下 好 行 那到时候去老师那参观参观 行 那专家季春辉养殖的藏乡猪 产载率怎么样 它又是怎么养殖藏乡猪的呢 第二天一早 何爱国和邦小妹 来到季春辉的养殖场 我说你那小猪挺活泼 挺活泼 都在这玩 你那小猪 油光真的挺好的 小猪好可爱 季春辉先带着何爱国来到了产房 那专家的藏乡猪 产载率怎么样呢 你那小猪皮股得多 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只 六只 还有两只 还有两只在外边是吧 那相当于这一头母猪产了八头 八头 在季老师这里 藏乡猪每窝都能产八头左右的小猪 这让何大哥羡慕不已 随后院子里一个奇怪的东西 引起了他的好奇 季老师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咱们给猪修的那个健身器材 猪还健身呢 对 这猪能同样蹦过去吗 能蹦过去 你看从这到那那一片 都是咱们给猪修的这个室外健身房 你这猪还挺幸福的 是吗 我觉得也是 还有健身房的 他怎么锻炼呀 他怎么锻炼 你们想看吗 想看 那你们看一下 让猪给咱们表演一下 好 宝宝们 这 对 你看他开始跳了 这猪真跨过去了 就我当时看到脏香猪在跨栏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太有意思了 而且跨得特别敏捷 下里都是轻车熟路了 对对对 太有意思了 太棒了 你们见过吗 没见过 退回 脏香猪跨栏 让何爱国和邦小妹都大开眼界 这种锻炼方式是季春辉自己琢磨出来的 这样既能更好的锻炼脏香猪 增强脏香猪的身体素质 还能理顺脏香猪的肌肉纤维 达到减少脂肪 紧致肌肉的效果 我像您家的那个大木猪 我就感觉 有必要这样去给它断练 是 要减肥 减肥 回去我也做一个 你们家的猪感觉没有特别肥的 对 咱们家的猪都属于标情都是挺合适的 来 试试一下 轻轻的 你怎么这么乖 爸爸咱这头猪叫什么了 叫来 你这猪还有名字 对 我们的猪很多都有名字 都有名字 对 那个花花在那边 二黑三胖 三胖 对 还有七七 还挺享受的 来到我的猪场参观 然后它的整体的状态 有很大的改变 我看见它的两眼放光 然后很兴奋 老师 我感觉您家的猪 和您在一起像朋友一样 其实猪是很聪明的动物 上山的时候它找不着妈妈 然后它就会顺着原路返回 然后再顺着这个原路 闻着妈妈的气味 就能找到它 哇 这太有意思了 那每头小猪都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妈妈吗 能 有点不大相信 是吧大哥 是 可以给你们验证一下 先给三组藏香猪身上做上标记 西瓜妈妈和西瓜宝宝的标记在头上 抱抱妈妈和抱抱宝宝的标记在腰上 一切准备就绪 那藏香猪宝宝能顺利找到自己的妈妈吗 可以放猪了 走 出去了 出去了 好 找到了 大哥 你看 小赖皮跟着这个妈妈了 对 赖皮果然很乖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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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瓜去那儿淘气了 在那儿呢 在那儿呢 那小西瓜 看到能找到自己的妈妈吗 西瓜过来了 过来了 小西瓜也找到了 你看 哎 抱抱呢 抱抱在那儿呢 咱们去看一下 抱抱和他的孩子在一起嘞 抱抱你的孩子呢 这儿呢 这儿呢 现在这个 他们都找到自己的妈妈了 都找到了 是不是 一天的参观 和爱国不仅对藏香猪的特性 有了更多了解 也明白了合理运动 对母猪缠载量的影响 天色见晚 为了让和大哥更直观地感受肉质的区别 季春辉特地为他准备了一桌晚饭 尝尝 看看和自家有什么不一样吗 小美 你也尝尝 行 我也尝尝 香啊 不腻 嗯 好嫩啊 是 特别香 你们这儿那儿那个瘦肉多 我那儿肥肉多 肥肉多 是不是 其实它这个肥肉太多了 也影响猪肉的品质 我这儿的猪呢 不光是母猪要每天都要运动 商品猪呢 也都要去运动的 因为它的运动量决定于它的猪的品质 那你养猪一开始怎样 一开始肯定是不好呀 一百个人 有一百个人会说 它养不长 就这么年轻 你能在农村待多久 你能接着下去吗 还有一个叔叔上上我的面 问我 你还养猪呢 你用了三个月 你就得跑了 但是后来他这句话 真的是吃我的原动力 咱们一定要有信心 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对对 有信心吧 有 那就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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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不易 跪在坚守 是养殖圈里的一句真言 一声加油中 蕴含了无穷的希望 而那份希望的曙光 即将照亮何大哥的远方 为了给藏香猪修跨栏用的栏杆 季春慧第二天一早 又来到了何大哥的养殖场 来 咱们给他扶起来看看 看看他的稳定性好 好不好 来 一二 还挺沉啊 行吗 可以 一会咱们给抬到运动场里边去 行 那咱现在抬过去 行 好 嘿嘿嘿 走吧孩子们 看他跨不跨啊 嗯 哇 好 快来 哎 嘿 哇厉害厉害厉害 哎 哇太棒了 太棒了 那个那个那个 走解救的 看他怎么走 厉害厉害厉害 行 好少 好少啊 嗯 每天运动几次 每天运动两次 然后至少是半个小时 三个月以后 他们就睡下来了 然后呢 六到八个月以后 才让他们正式的配种怀孕 嗯 然后产下的健康的小猪 嗯 大哥你得坚持 一定坚持 是吧 嗯 咱们这个猪应该已经休息一会儿了 咱们再来一圈 好 来一圈 这次的帮扶已经渐渐接近尾声 我们相信 只要何大哥坚持科学四位 合理训练 他的脏香猪一定能够减肥成功 他的日子也一定能够越来越好 鼓掌 包括了